主席我想先请我们刘副主委 刘副主委 刘副主委 好久不见 其实我们在场或许很多委员或者官员并不清楚刘副主委 但我对他认识非常清楚 他是政大政治系的教授 而且他专攻选举的研究 而且多年来 那我看他向来 尤其在学校的时候 也都能够秉持真的是公正中立而且理性 来看待台湾的这个政党竞争 我们大家知道政党竞争 当然有些时候有激情有情绪 那这个过去刘副主委在学校 那我是觉得非常的崇敬 崇敬 其实她是我老师 那但是我刚刚副主委 你刚刚的回答 我想要请教你 就是刚刚蔡其章委员 还有其实我另外也有个提案 也都是希望这个投票日能够在礼拜天 让台湾还有很多这个劳动大众 他们能够方便来投票 但是你刚刚的回答 你举了一个民调对吧 那以你过去在做选举的研究 我们现在所要这个帮忙的 或者说所要希望让那些能够在这个周六必须上班 那周日才有机会来投票的这些人 其实是不是在民调里面刚好都常常调查不到的这些人 不一定 因为我了解的负责任的民调 其实大部分是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开始到十点 另外通常比较思虑比较周密的民调一定会跨周末 所以应该是会cover到这些我们想要帮忙的这些人 那这个民调是在这个时候做的吗 是啊 他确实是 整个有关于投票率以及他的职业别 就是说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他的什么样的阶级 他参与投票的参与的意愿 这样的调查 这个选委会就只有这个民调吗 选委会通常不太有经费可以做多余的民调 所以实际上我们做的民调并不多 选委会选举的研究应该也是选委会的业务之一吧 确实是 而且我相信您是以这个专长到选举委员会吧 对没错 那这么样一个一个优关广大劳动人口的就这么样一次 这个不明不白的民调 然后就在这个报告里面来告诉大家来否定掉蔡俊昌委员或者是还有很多委员 那么平常在基层在拜访我们接收到了很多这个民众的的陈情 认为说礼拜六就是不可能啊 我觉得选委会不应该做好好的彻底的通盘的做一个讨论和研究 都没有吗 我们在目前是没有在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啦 那我们认为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民意变动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调查应该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调查啦 我们了解这个机构 所以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他也不是不明不白啦 真的 那主委我再请教你啊 过去几次的总统大选 尤其20042008 投票率都多少你记得吧 大体上记得的 2012 你2012比2008落差了将近6% 对不对 差不多 对不对 差不多 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在我我也跟那个一些学术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啊 大家的这个看法其实是相当不一致的 关于这个投票率 民主国家投票率下降的问题 其实是相当普遍 不是在台湾这个样子而已 那整个这个投票率来讲 台湾其实算是民主国家当中算是高的 那我们原来在投票日前 就是我们自己的预期 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因为 合并的关系啊 总统的这个投票率也可以 也可以提高 那但是后来的这个下降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 有明确的这个答案 我跟学术界的人讨论 其实大家也都还莫衷一事 这个 你是专家耶 主委 这是非常清楚的啦 中选会这一次把时间定在这个过年前 过年前 不但影响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的人口 那影响到整个过年前 过年前台湾的在地产业 很多很多准备过年啦 准备年货啦 准备这个这个年前 出清的很多很多的从业人口 你只要有空到迪化街 年货街一看就知道了 底下满满的那些人 几乎都没有时间去投票 那台湾有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市场啦 或者说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主委 主委 你是专家啦 专家 那个 我想请拜托你 本于这样的一个良心 本于这样的良心 在选委会这段期间 针对 这个劳动人口 这劳动人口 是不是在礼拜天 更有利于他们投票 针对在过年前 安排投票这样的一件事情 提出一个 一个真的可以让大家 信服的公正客观 而且比较全面性的报告 不要这样一个民调 就来这边 就来这边堂塞啦 好不好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啦 但是我想我们做那个民调 并不是在堂塞 真的 真的 我想就那个投票的时间的 这个选择 我想不是纯粹的时间的问题 包括说我们尽量多设 投开票 那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说试一次 就现在也不定时间 试一次礼拜天投票看看 这对整个选举研究也有帮助吧 这个我们来提给有这个中选会委员会来 看看他们的意见好不好 我们可以把委员的意见带回去 那个副主委我再请教你 你刚刚提到说 增设 增设这个摄影 摄影 投开票所摄影 说要三亿的预算 你这三亿怎么估来的 我们大概有一万五千个投开票所 像今年是一万四千八百零六个 那一万五千个假定说 一个设备的话 现在的大概将近两万块钱 所以差不多是三亿 所以我们为了选举一次都要买新的吗 不一定 但是那个是电子仪器啊 电子仪器现在的状况就是 不用它它就很容易损坏 我们有那么多的那个集会游行 或者我们的 我们的也是内政部长理的 也是内政部长理的 我们的警政机关 那么做各种收政 做各种 或者我们在选举办演讲 就有几台摄影机在那里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内政部跟选委会 整体的来调度啊 整体的来调度啊 不要拿一口气要三亿来堂塞啊 这个一万多个选务机关 各分局到底有多少摄影机 可不可以请内政部做个董基 部长 呃 次长 我们目前手上没有这样的资料 如果委员需要的话 这个已经在这里问那么多次了啊 内政部从来没有想要解决问题 开口闭口就是要钱 这有什么要还买新的呢 那个它是我老师 我比较不好意思 那个讲话 市长 市长 市长你那边笑 这里面讲多久了 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要 要每一部摄影机都是新的呢 我们警政机关 我们这个立法院 这个派来的机器架好 你可以说你告诉我有多少机器 然后还缺多少 大家会缺几台 你不觉得整个内政部跟中选会 每次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要拿预算来堂塞 呃 报告委员 我想呃就内政部所属的警政单位 如果有其他单位需要协助的话 总是如果有人提出 要这样的一个请求 我想我们在 这什么请求 选举是不是内政部主管的 呃 我刚刚已经特别报告 内政部再补充说明条 你再提到 在选会的过程里 要不要做一个摄影 我们会尊重中选会的意见 如果中选会有觉得 需要我们来协助事项的话 我们会尽量上报告 我想跟委员再补充一下 我们并不是说反对一定露营啦 只是说假定 这个经费不是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可以做这件事情 真的 中选会因为是 呃 花费很少的机构 所以三亿对我们来讲 是个比较大的数字 我们就比较谨慎 你花费很少 你就不要想那么大的钱啦 应该在没有钱的方式 那个赶快 我请内政部 好不好 内政部跟中学会 这个事情好好协调一下 好不好 这根本不是三亿的问题嘛 这大家都做过收拾啊 这来报 哦 多少警政机关 大家 大家悄悄应该 我还有时间吗 好不好 另外我再想请教一下 我们那个刘老师 刘副主委 你 你就职多久了 呃 应该是两年四个月 两年四个月 对 那 那 就职两年四个月 那任职也是两年四个月 对 那我想请问你啊 我们总统 副总统啊 选爸爸 第七十条 第七十条 哦 第七十条 那个 罢免 罢免哦 在就职 说就职未满一年 这个不得罢免 哦 所以你看 你刚刚也回答 对 你刚刚也回答 你是就职两年 两年多嘛 对不对 那马英九 马英九现在就职多久 应该还不到四年吧 还不到四年 但是超过一年嘛 对不对 对 那马英九 适不适合 现在 那个总统 罢免 总统 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第七十条 那个经过 立法院四分之一提议 啊 那三分之二同意之后 那可以 让罢免案成立 那不受就职 未满一年 不得罢免 这样的约束 应该是吧 应该是 对 所以你认为 马英九 现在我们就可以罢免了 如果各位可以提的啊 不是 我是说 我是说下一个 下一个 520就职以后 520是另外一个任期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条文 可不可以解释 它已经就职 到520 它就是四年多开始 对 第四年 可以是不是 另外一个任期开始啊 你刚刚跟我说 就职跟任职差不多啊 那是我 真的拥有了任期是很确定的 就是四年 那 马英九 马英九 可不可以说 他已经就职四年多 所以已经超过 这个条文的约束 这个我想不行 因为他这个新的任期的这个 不然是重新计算了 不应该是就职 那个任期就已经结束了 好 我时间到了 我想哦 未来我要提 我要提这个的修法 这个就职 恐怕可以改成任职 因为我们这个条文的 条文的用意应该是说 刚选出来 那么总有一些 这个不管是讲他蜜月期也好 讲他这个 试用期也好 或者说讲他一年的表现 或者是我们跟选举 代表的政治的权利义务关系啊 但是总统已经超过四年 大家都看一眼了啦 应该不再需要这样了 你同不同意 这个我们可以来 来向委员请教 谢谢 好 那个 谢谢雅伟 这个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只开半天的会 所以时间很宝贵